中文字幕 李宗盛 因為當時我剛小產 我在家裡很空閒 經常想起不開心的事 我朋友就叫我下去幫忙 做事沒有時間去思考 回幾個小時就下班 回家做其他事 家務、買菜、煮飯 就不用去思考那些傷心事 當時我生了一個女兒 我打算辭職 因為要照顧她 當我辭職時 高層人都叫我別走 不如轉做大許經營商 所以由她們選了一間中環的店 給我 第一年簽了十年約 我就做了 一直做到現在的四天 做一個員工的時候 你是跟公司的指示去做 但是當你轉了大許經營商 就是自己去做 以及那一盤生意是自己的 當你一路做 你就會希望生意不停上升 當你每一天 發現生意又升了 不停地上升 你會很開心 那你的動力更重要 我自己在銅鑼灣 殷屏那裏 我曾經是有做過一間 就好像上五級 不知道五級還是六級樓梯 當時我第一句就立即說 每一級樓梯少二千元 是一些客人不喜歡上那麼多樓梯 不方便 而且如果有些腳痛 或者年紀大一點 就是按著上 所以我們有時在上面做 我們會留意到那些婆婆 我們會問她要什麼 我們在裡面拿出來 過了機 然後問她收錢 或者給我們八大方 我們跟她突然 把她拿進去給她 是的 我們要留意這些客人 有很多客人 當然大家都顧客 大家都 就好像朋友那樣 都應得他養人家 應得 每天都來幫忙 聊天 或者把家裡的事說一下 去大家分享一下 變成大家熟了 當我沒有在利東村 我就轉了跑馬地 她都跟著我出來 到跑馬地買東西 她女兒結婚 又派餅 又下來買東西 到她的孫子出了小 也有帶下來給我見 一起去喝茶 有些人從二十多歲 做到現在 都三十年了 你又幾歲 差不多四十幾五十歲 那些 你去到哪裡 她都跟著你去到哪裡 我當她是我女兒 她幫到你手 她有時 譬如 真的不夠人手 叫她做久一點 她又肯 我們自己都要懂得做 如何去關心別人 去生日 我們也有生日蛋糕 不知道是不是我是一個 傳統的人 不低了 每個月生日 每個月多少好 媽媽報到剛才離開 一間 她兩天一間離開 這麼巧 我剛剛遲了 她竟然打破 我就幫媽媽領著那間 最後不知道自己有寶寶 有後做了下去 一直到現在 磨擦 是兩母女都磨擦的時候 有寶寶 我相當地 又有病 沒隱藏 無欲